十九,香港經濟日報 發鈔行加息鬥iPhone 5中銀人幣半年響三離 2015年7月18日金融邀民A08珍貴分面對iPhone 5搶下 再有發鈔銀行加人民幣定期存款息率 中銀香港02388作鋼門檻兼加息 把半年存期的年息上調0.6離 新息率至三離 三個月則加0.3離至2.6離 門檻10萬人幣設信用卡回贈優惠的最低入場費為10萬元 人民幣 下同 原本該行需聚造50萬元或以上財享特位息 如今卻把起此金額降八成 繼前天渣打加息以來 今次是第二間法鈔行上橋傳息 飼料業界面對第五批通脹的與債券 簡稱iPhone 5的競爭 以及本港人幣同業策息略為奢高 令港銀需與高息吸存 不過 中銀香港作取消信用卡回贈優惠 上週二七月七日 該行增把半年存期的息率加0.2離至3.16離 而三個月則有2.78離 起存額要100萬元財享最高息 其分行即原子 直接加定存息了價多客戶得益 因無須透過指定信用卡作回贈 須有其他附帶條件 增無行000011私人銀行及信托服務主管陸廷龍指 額半五的年回報約3離 早前人幣定存息軒減息潮 不少計劃以失守3離大關 為免存戶調資轉買債券 個別業計劃以高息留客 渣打前天向特選客加長短息 半年及一年上調0.4離 或1至2.8離 三個月更加0.5離 新息率佈2.7離 經最新一輪調整息率 如以半年全期計 中銀香港的3離式打入高息榜三甲內 僅次於健康亞洲的3.25離 以及本周三家式0.1離的東亞00023 至3.05離而排第3